各位小伙伴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啾啾的奇妙開箱 我是啾啾 今天要介紹的是 PIN10款2930兩張 以下內容包含大量劇透 如果不想被炸到的 請迅速推散 那我們開始吧 等檔的最後兩集 承接上級 面臨最壞的局面 Degnail飛沖而出 獄火四處焚燒苦境 還行準備換檔的魔形啾 正在宿醉中 火也燒到了影士林 魔劍護足 察覺狀況不對的魔形啾 也瞬間清醒過來 觀察狀況後 往事故現場趕來中 Degnail的力量四處噴散 火的樹長之久 非常神秘的玄陵祭司又出現了 使用著術法 吸收著Degnail四處飛上的獄火 之後再到七趣寶樹下 吸收了最後的半陰半勝的根源 實際意圖片尾分曉 再來本週最精彩的 就是正道眾人 再度使用車輪戰 VS Degnail 事故現場 孝昏君與西窗月兩人 面臨著最恐怖的存在 擁有全部協力 與全部八五蛤 武學的Degnail 甚至可以連續更換武器 比他老爸還猛 第一回合 聖者 Degnail 趕來的赫羅琼羽 與西窗月接棒 阿千 來來來 結列 西窗月前去調查 為何這傢伙 這麼猛的原因 海鴻飛也趕來支援 所以形成三打一 第二回合 聖者 Degnail 調查完的西窗月 趕了回來 再度與孝昏君接棒 阿千 阿千 孝昏君與海鴻飛離隊 要去解決他 無止盡力量的Bug 經過兩人依依不捨的倒閉後 孝昏君跳入 貼檔慧如 的廢墟中 要使用的獨有技能 吸取 Degnail的一半的功力 聖者 第三回合也開達了 西窗月加赫羅琼羽 VS Degnail 聖者 Degnail 就在西窗月 重傷昏迷 快要撲開時 5開的魔心珠 終於飆車 及時趕到 放開他 我要跟他單挑 跳什麼 放開他 抵達現場交援 這時Degnail免不了發了牢騷 說明 保安 可以讓人打了又打 打了又打 打了又打 不好意思 於是 第四回合開始 結果 平手 重新就與卡拉西的能力相同 無論打誰 都是五五開 真牛逼 就在兩人呈現焦躲的時候 吸收了Degnail 一半功力的 孝王軍回來囉 原來打不過 去吸他一半的Bug 還有這招 獲得一半Bug力量的孝王軍 瞬間控制了Degnail的暴手 開啟了第五回合 結果 右平手 因為兩人的功力相同 所以分不出結果 也是 海虹V使用之前孝王軍 托付給他的六面骰 照應出光的通道 要把孝王軍 Degnail一起封入到 兩尿體內 經過我行鞦 補了一腳 要入通道中的Degnail 還不死心 在海虹V也衝入通道中 終於兩人合力 才把Degnail拖入到 Degnail的體內 完全與外界隔絕 三人在Degnail的體內穿越 海虹V功力不足 將被獄火燒灼之際 右面骰再現奇蹟 有重外的主師爺 阿中顯靈 叫著海虹V 順命又傳授了密招 抵達Degnail體內的兩人 孝王軍進入他的意識中 先是嘴盾 但周定龍的亡靈一直干擾 嘴盾失敗 無法復原成為 寶貝型 兩人一陣玩八拳扭打後 趕來了海虹V 使用剛襲著的秘技 又怕冰風 終於把Degnail的協力 全部封印在六面骰中 成功的讓寶貝型恢復 六面骰也因為超過負荷 爆炸損壞了 終於Degnail的威脅解除了 因為六面骰損壞 無法開啟通道離開 寶貝型犧牲自己 變回靈珠的狀態 要衝出Degnail體內 製造出口 讓兩人逃生 無奈功力不足 所以孝王軍也犧牲自己 撐著寶貝型的靈珠 開出通道 成功讓海虹V逃脫 靈珠與孝王軍 吸引著Degnail 穿越著九天十戒 代理Degnail 遠離苦境 於是刺激急著Degnail 終於在這邊結束了 再來是下下檔才會繼續的故事 1.西窗月昏絕不醒 一次鏡中又看到了熊磊的亡靈 說明幽蘭靖海下 守護西窗月的事物 將是未來拯救誰從萬初醒的關鍵 2.褲莎林回憶著過去 相信與冰在蒜總有一天會在相聚 畫面轉到海邊 看到冰在蒜昏迷中 高機率是生存了下來 3.尤書委託 海其龍丁調查命軍孤羅 得到解答原來 魔人西非的意識也是出示他的杰作 4.二樓瓊羽帶著包劍來到山洞中 說明了一個久遠的名字 萬八峰 5.魔蘇要返回魔族 被紫面炎軍以半年為限的理由 再去連盟甲調查 之後的情報是下檔的情報 1.北中南朵金三位在練功 冠球天還在考慮如何使用飛天之力 差點又失控 2.年老的鏡頭軍 再等待某個人 可以恢復他的功力 結果他看到了正常版的鏡頭軍 大概又是幻術 3.利貨復甦 外型非常像 它是小無灰嗎 4.玄陵祭司使用收集到的地獄鳥之力 解開的封印 帝堆 《鏡射氣紅》 縣世 我們感覺又要被屠殺了 之後又出現了許多新面紅 天地主宰 面具客 完全走裝的佛劍等 就近在下週的 《避寫玄黃》的新劇情了 那麼本週的劇情大爆雷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 記得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是啾啾 我們下次見 掰掰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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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